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72年 世界时间调整了两秒 两秒钟对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 没有区别啊 两秒钟能干什么 我们的生活还不是一样 可对11岁的主人公 Brian Heming来说 这短短增加了两秒 让他产生了极大的不安 两秒钟会发生很多事 你多走一步 可能就会掉进悬崖 很危险 作为小学生的他 每天茶不思饭不想 对好朋友James诉说了自己的担忧 Brian和James都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小孩 他们读着私校 从小接受着精英教育 一食无忧 Brian的母亲 Diana 是一个极其美艳的女人 她接近着世人普遍认同的完美 美丽的外表 温柔 婉约 全心照顾的丈夫和小孩 从不出错 完美如假 可是不久以后 Brian认定的瑞苗诅咒出现了 一天晚上 母亲开车 撞到了一个正在骑自行车的小女孩 可是她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把车开走了 坐在车上的Brian看得一清二楚 她非常的惊慌 可是让她更惊慌的是母亲的态度 为什么把车开走了 为什么可以这么镇静 为什么只字不提 在纠结了很久之后 Brian鼓起勇气 询问母亲当天晚上的事情 可是Diana却坚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一直以来纯败的母亲 在面对人命的时候 竟然选择了说谎 这对Brian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他跑到厕所去干藕 有什么东西 击碎了他一直以来的信仰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但是不幸的是 他在车上找到了撞击的证据 为了良心安宁 Brian最终说服了母亲 拜访了受害者 她是一个住在平民窟的女孩 然而被撞到的女孩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活蹦乱跳的 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母亲Diana却为此受到了要挟 女孩的母亲威胁Diana为她买冰柜 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 不被父亲发现 Diana一次又一次满足了女孩母亲的要求 最终Brian揭穿了对方的阴谋 然而也因此让Brian的父亲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本以为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更大的不幸发生了 在一个雨天Diana溺水死亡 Brian的父亲也因为伤心而选择自杀 Brian的世界彻底崩溃了 他最终被送进了疗养院 第二条故事线的主人公是一个叫Jim的强迫症和交流障碍症患 他是一个人到中年的流浪汉 靠着打零工为生 住在一辆露营车里 由于患有严重的OCD 他每天的开始都要从完成21个步骤以后 才能进行接下来的生活 他经常被人送进了疗养 每次治疗之后都会丧失一部分记忆 他有严重的口齿 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家人 生命对他来说 只是一场漫无目的的生存 然而命运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只要活下去 就有可能遇见善良 在他50多岁的时候 遇见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善良 Eileen 他率真大方 并且看到了这个可怜人内心的纯真 他们互相敞开心扉 并且许诺共同前进 记忆就像碎片一样 重新回到了他的脑海中 当Jimmy遇到自己儿时晚伴James的时候 他终于想起了自己是谁 第一次被送进療养院的那天 登记名字的时候 他说 我叫James 哦不 我叫Jim 是的 Jim就是长大以后的Brian 当最后一块碎片被找回的时候 他的记忆终于完整了 停止的时间又开始重新启动 Brian的时间又开始前进 这本书的英文原版 名字叫Perfect 作者Richard Joyce 用Rumia的概念 串起了Brian的一生 Rumia对普通人来说 什么都不是 但是对主人工Brian来讲 却是打破不完美的象征 Brian的母亲Diana 是一个表面看起来完美的家庭主妇 可是 在这教科书般的完美生活中 他每一天都备受煎熬 他深深厌恶着自己曾经舞女的身份 在嫁给银行家丈夫以后 他每天都生活在恐惧中 害怕出错 战战兢兢的日常生活 让他不得不依赖抑郁症的药物 维持平静 所以他无法接受自己开车撞到小女孩 他习惯性的无视生活中的不完美 他以为假装看不到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曾经对Brian说 你要接受最好的教育 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你就会落得跟我同样的下场 他像一只不安的金丝雀 被缺氧在上流社会的牢笼中 Brian的父亲是一个银行家 他像机器一样冰冷 他所需要的家庭是一个完美的模型 他同样生活在自欺欺人的幸福中 他娶Diana 也只是为了炫耀自己漂亮听话的妻子 他给Diana买豪车 也只是为了炫耀 就像给洋娃娃买新衣服一样 他不断地想要受到家人和邻居的认同 仿佛在肯定的回答中 他才能得到快乐 当他得知妻子出了车祸 发现账户里多了很多来历不明的账目后 他第一反应 竟然是跟Brian说 其实有男人找他也很正常 他那么有魅力 但最终却选择了我 他从不跟妻子沟通 就像你从来不会问洋娃娃意见一样 这种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 内在却智力破碎的家庭 是承受不了任何打击的 所以在妻子去世 孩子被送进导演院之后 他选择了逃走 这种不完美的家庭 我不要 在重新寻求完美家庭 而不得后 他最终也选择了自杀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Brian 幸福对他来说 就是保护完美和规矩 然而妮娱的他并不知道 完美是那么弱不禁风 随时可以被打破 1972年 世界多出来的那两秒 让他感到不安 发现自己母亲的完美 并不是真实的 而是自欺激人的假装后 他震惊到干呕 母亲离世后 他的世界彻底崩盘 于是Brian的时间 便在1972年停止了 本书的翻译版 名字叫做 时间停止的那一天 如果说Brian的时间 在1972年停止了 那么长大后的Brian 也就是Jim 在拼凑完记忆之后 他的时间 又开始启动了 时间启动的原因 是因为他接受了 不完美的自己 支离破碎的家庭 谎言式的精英教育 漏洞百出的信仰 这才是他的人生 然而即便是这样 依旧有人真心爱他 这一次他不会再被打倒了 我们过的人生 到底有哪一秒 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我们的时间 真的在往前走吗 或许 只有在打破完美和规制的那一天 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真实 我们的生活漏洞百出 支离破碎 我们过的每一天 似乎都在苟言残喘 但是 请不要害怕失去生活的勇气 只要活着 就会遇到善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